名稱這個很重要 記得 所以第一名稱的步驟第一步 先選範圍 記得101年是選這個 第二到J 然後Ctrl記錄向下 在這個地方呢 把它輸入一下名稱 不過啦 之前好像常常同學有選錯 比如說 明明到J 就要選到I 有沒有 如果你選錯怎麼辦 沒關係 你如果要修改範圍 記得 增加是從這邊 那如果你要修改 記得從公式 裡面有一個叫什麼 名稱管理人 有沒有 定義名稱嘛 所以所有的名稱呢 都會被記錄到名稱管理人裡面 是一個公式裡面的名稱管理人 那你可以看一下 如果假設啦 你們範圍選錯的話 幾個方法 要不就是你 開獎101的下面參照 有沒有發現 你點那個參照 它會幫你把那個 虛線框起來 那你再檢查一下 這個範圍對不對 如果不對 你可以在這邊修改之後 把它打個勾就好了 比如說可能應該是 應該到 剛剛假設 你選錯了 變成I的話 有沒有 這個是錯誤的 有沒有 錯誤就變成這樣 那邊只有選到I 如果你要改的話 很簡單 就是看一下這個有沒有 I的地方 把它改成追 有沒有 然後按打勾就可以了 它就修改了 所以以後你再點這邊一下 它會框起來給你看 這個範圍對不對 對 那就表示沒錯啦 很容易做錯 我發現同學 常常這個範圍都選錯了 要不然還有一個方法啦 你乾脆直接把它刪掉 重新再加一個 也可以啦 這樣也是一個方法 然後再來開展102 所以以後的話 你可以很多個範圍名稱 那切記以後就按F3 它就會把名稱帶出來 那以後你就 就是用選的 我覺得這還蠻好 所以有的時候 我們就把那個好幾個名稱 先定義好 然後以後按F3 F3 這個名稱就通通都定義OK 你就不用去管說 你這個範圍在哪一個 其他工作表 不然的話你那個公式很冗長 而且很容易 把公式打錯啦 所以這個地方是一個蠻好的方法 好 所以檢查的方法 記得從公式的名稱管理員 再去做一個修改 這樣就OK了 那我們再來的話 就把那個機率也算出來了 所以機率怎麼做 機率就是在除以什麼 所以它101年的數量 就是所有號碼總數啦 所以這個號碼總數的話 就是什麼 就是一期的話 一期應該這邊 一期開七個號碼 所以它總共997啦 所以理論上 當然你也可以自己算啦 這99乘上多少 乘上7嘛 那應該多少 應該693吧 700減 減掉7嘛 693 對齁 當然你說老師 那我是不是可以這樣 把它除以693 693 可是問題來了 這個感覺好像自己算喔 所以其實如果假設你不要填693 有一個簡單的方法 你用另外一個函數 哪個函數 哪個函數 叫Count 有沒有 不是Count 剛剛有用到一個叫Count Count 什麼呢 就是幫我算什麼 算某一個範圍裡面 它的那個號碼的數量 所以按F3 幫我算一下開獎101裡面 的號碼到底有幾個啦 那看著這算數字喔 OK 所以算完應該回來就是693 那我們再把它 除以那個 剛剛的它1號的數量 一除完之後就是它的機率了 欸有沒有 機率是這樣的 那把它向下填滿 有沒有算完了 那開獎102的話呢 欸不會也是一樣嘛 開獎102其實也是啊 所以其實這有個簡單的方法 乾脆你幫康義福喔 把它選前面 豆點不要 然後除以什麼 除以康義福 然後把義福拿掉 不就抗疹 抗疹然後呢 開獎102後面加 補一個後瓜糊 欸這樣可不可以 也可以啦 這樣就算出102的機率了 不過啦 你會發現那個機率喔 它這個小數點取得太後面了 好像取到第2 4 6 8 9 第5 9位太多了吧 所以理論上一般我們習慣什麼 把它的那個小數點位數減少 有沒有 可是問題這樣減少好像 看起來似乎 還是不太好閱讀 所以如果假設喔 我希望呢 能夠讓它顯示出 1萬次出現幾次 就是分母是1萬 分子的話呢 就是2 245次 也類似像這樣 OK 假設我希望一個格式喔 長得像這樣子 就是1萬次出現245次 把分母用1萬 然後它的數量呢 就變成 就是245 那可是問題這個格式要怎麼產生 按右鍵出這個格式看一下 有沒有這種格式 那當然分數這邊有啦 可是分數的話呢 有沒有以1萬為分母的 好像有16當分母 也有10 也有100 但是沒有1000 也沒有1萬 所以我跟各位講喔 如果假設我的需要是 我希望以1萬當分母 可是目前只有一百當分母 那怎麼辦 其實喔 沒有關係啦 有沒有看到有個叫制定 也就是說 將來喔 有些格式 假如不存在的話 其實你可以找一個接近的 然後再把它修改成你要的樣子 可不可以 可以喔 那怎麼改喔 很簡單 請你把那個 按右鍵出的格式 先找一個接近 分數裡面的找 以100為分母之後 再切到制定 他就會把公式帶過來了 就是剛剛100為分母的公式長這樣 那其實根規應該猜得出來 要怎麼改吧 有沒有看到 分母喔 100 那如果你要變1000的話 怎麼做 那補一個0不就好了 那如果你要1萬的話呢 那再補一個0 比較好了 有沒有 所以這樣的閱讀性 應該會比這樣的閱讀性來的高啦 有沒有 1萬次出現245次 按確定 好 下下填滿 有沒有 這樣看起來感覺蠻清楚的 而且易於閱讀啦 那再來當然呢 底下這邊的這個102年 其實如果你要做一樣的事情 當然不需要按右鍵再存個格式 有沒有 然後再去改一下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直接拿那個複製格式的刷子有沒有 刷一下 然後再點一下這邊一下 它就把它的格式帶過來 然後向下填滿 這樣就OK了 所以同樣的方式 我們把這兩年加在一起 這個格式也一樣 所以喔 這個再把刷子刷過來一下 向下填滿一下 OK 那排名部分 理論上應該是不要動啦 因為其實它的規則都一樣 所以只是說我們把那個結果 前面的部分加上把原來的數量改成機率 OK 然後就可以把排名也全部排出來 可是排完之後 當然喔 其實為什麼需要排名 排名的話 就是當然 我假設我想要下課之後 剛好經過那個投入戰的時候 我希望買一個希望 對不對 那個希望越大越好 對不對 所以呢 我想要知道說 到底哪些號碼的機率最高 所以你可以看到 當然 以前的做法是用眼睛這樣捲動看嘛 有沒有 可是我如果希望喔 幫我 因為七個號碼 乾脆直接告訴我算了 所以最好是什麼 有沒有什麼方式乾脆直接讓我很清楚 一看就知道哪些號碼 是機率最高 那七個就好了 其他我比較知道那麼多啦 你要機率幹嘛 你告訴我七個號碼就好了 好像有點像是報名牌的感覺 有沒有 可是 怎麼做比較簡單 各位有沒有發現喔 這個 當然有幾個方法 我假設我的需求是希望喔 如果排名喔 假如它是 小於等於七的 幫我把前面的 這一個儲存格的底色變成 這樣子 黃色的好了 OK 可是以前你要怎麼做 你要眼睛看嘛 這邊有沒有小於 有這個有沒有 然後看到它了 就把它塗顏色 然後再往下捲動 有沒有 看到這個了有沒有 就變成你用眼睛看 它問題喔 眼睛之類會很累啦 OK 有沒有 塗顏色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喔 可以不要用眼睛看 而是用幾個方法 其實 檢測一下 幾個方法喔 第一個就是你可以這個啦 設定格式化條件 新增一個規則 把規則告訴它一下 它會按照你給的規則 去幫你把你要的那個效果做出來 什麼效果 就是當那個 一欄裡面是小於等於七的話 把它同一列的 A欄的底色 換成黃色 那這件事怎麼做 當然呢 等一下你們可以試試看 設定格式化條件 新增規則 是OK的 可以 但是喔 有點難度喔 你們試試看 第二個的話呢 要不然你就寫一個 這可能要寫VBA程式喔 那你說老師那函數可不可以辦得到 跟各位講喔 ECL裡面的函數喔 它沒有辦法變更格式 所以如果以後遇到格式的話 只能寫VBA 或者是錄製劇齊喔 或者用這個設定格式化條件 你不用去想說有沒有什麼函數 函數沒有辦法變更這個格式啦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剛剛的這個 統計分析的部分喔 再加上機率喔 然後並且 把格式 改成 1萬次出現幾次 分母為1萬喔 然後這個排名不用 啊 想想看喔 有沒有辦法把那個 排名是小於等於7的 填上一個顏色 OK喔 底色變成黃色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